字幕提供 這個也是一台 升降式的承載箱啊 哎呦你真的是升降式的呢 對啊可是失敗的啊 為什麼是失敗 這個有壓感有問題啊 我的車主說 他是失敗的啦 所以他沒辦法升嗎 可以升啊 要用很大的力氣 OK 要用很大的力氣喔 要自己升就對了 嗯 有壓感沒有力齁 等一次你靠這個是去支撐就對了 對啊 不然那個沒有那個的話直接掉下來 升上去再去做支撐就對了 嗯 啊這個還在幫人做 沒有啊 他又做得不好了 對啊 他又硬啊 是喔 我本來有說要打工具的嗎 我都不敢打啊 我們沒怎麼說的啊 那個就是買錯最貴啊 我就覺得無敵 我現在找氣壓棒改一改那就好 噢這個氣壓棒啊 你找不到嗎 我現在不知道他的棒數啊 變成說我想直接找氣壓工廠 你要拆去給他看啊 就加大氣壓棒就解決了 大概總共有四根嘛 對啊 因為我看你們 啊你那個什麼東西啊 那個 水箱 那個 變熱水箱 我之前做的那個什麼 100公升熱水箱 不會熱 沒有用 沒有 我想還是 要像這樣子 升降式的才會好啊 沒有 因為我 我剛才跟你講說 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風阻在側打的時候 那個很恐怖 沒有 我河美 我知道啊 那邊啊 因為我常把河美 我已經把他去河美兩次到三度 他有送貨啊 他這台車平常是在送貨的 嗯 對不對 對啊 他九成到高中路啊 嗯 所以 側風很可怕 所以他才做這種升降式的 沒有 他那時候想不出來 他這個構造去綁 因為他跟仙頂有配合 蛤 有 有那個 可能 他做這個升降式 但是 這家算是 失敗坪 失敗坪 對不對 就差在氣壓棒而已 氣壓棒的力道不夠 喔 你兒子 你把你兒子來而已嗎 我沒有 我沒有在洗 喔他在洗東西 好啦 OK啦 然後他做一個冷氣在裡面 然後 然後 很特別的一個發電機 24V的發電機 這是大陸的發電機 嗯 背在貨櫃車 拉貨櫃車上 大貨車上面用 對啊 欸真的很大一台 你這樣出來第幾次了 你這樣出來第幾次了 這樣子啊 幾次有了啦 欸 我跟你講不管怎麼樣失敗 齁我們再把它改良就好了 齁 這個也是你設計給廠商做的啊 沒有他設計的 因為我沒有概念 喔 你是他設計 你一直跟他講說你要的東西 對 就是樣式這個 然後裡面的話構想 因為我們也沒有經驗第一次 欸3.5噸其實裡面這樣很寬耶 齁 不寬 如果說坦白講 如果說叫老闆娘設計空間的話 對 會更好 超好不是更好 你說我老闆娘喔 對 對 你看我那個小車設計這樣空間 對啊 啊我就說 我就說我當初因為 板娘看空間的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因為我們 畢竟那是板娘的意見 我們只能大蓋 可是 我們當然沒有 我們沒有那麼多 呃即時經驗 那變成說第一次買錢 你有看到我有拍一台那個 人家用五萬塊去打造一個那個 那個承載箱嗎 我知道啊 他自己會啊 我跟你講 他有在幫人家做箱子 嗯 如果你用全新的材料下去做起來 也才三十萬 喔這個要先回本 不是 他那個 這樣子三十萬做起來是不是很便宜 我問你你這樣做起來 光箱子就多少錢 箱子喔 五十 五十二 喔五十二 喔那 八電機 大概五十四五十五個 喔那OK那也不貴啦 你看 那一個做起來要八十幾 我知道啊 可是我就是不想那一種 你不一樣 因為我之前 你們不是有一個老夫妻 他們開 一直開這種 開中華得利卡 那一種 我問他說你在高速公司開怎麼樣 很可怕 對啊 我之前在 在台二號 二號線 遇到 遇到那個什麼 小貨車的 嗯 他車風在打來的時候 對 他剩五十六十 不敢開快啊 因為他真的會翻 像我這個 在 車風打來的時候 對 前面的方向蠻抓不住的 這個就是 這種 這種車 跟這種車的差別 因為他降下來之後 他風阻就會很低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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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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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